土地公是许多传统家庭会祭拜的民间信仰 在英哥区内就有20个土地公庙 传统民俗上农历2月初二是土地公生日 英哥区长胡和荣与新北市议员苏友仁 特地在这一天到英哥区里所有的土地公庙祭拜 表示对传统习俗与地方信仰的重视 今天是国立的3月10号 是农历的2月2号 也是我们民间土地公的生日 所以因为土地公是我们民间最基本的一个信仰的土地神 家家户户都要祭拜土地公 所以在今天我们英哥20个里的土地公庙 在公所这边也热心的去参与民俗的活动 也在我们苏议员的赞助下面 我们今天会到各里去参拜 然后也参与民间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新北市议员苏友仁表示 祭拜土地公庙是希望借由省民的庇佑 能让地方平安 大家安居乐业 今天是旧日2月2日 是土地公的圣诞日 我跟我们那个英哥区长 跑遍前英哥镇20个里的土地公庙 来跟土地公跟土地婆来祝寿 祝土地公跟土地婆圣诞全球 同时保佑前英哥镇的镇民 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够生活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意义 农历2月初二工商界这天俗称为头牙 也就是喝春酒的日子 其实今天是土地公的任职日 大家庆贺他到任为他祖贺 所以大家俗称为土地公的生日 在今天祭拜土地公 希望借由土地公的庇佑 能让今年也一样能平安丰收 数位天空新闻英哥报导